多元計程車後座載了一名女乘客 跟司機爆發衝突 女子伸出腳丫 不只靠近前座 還直接高舉到 正在開車的駕駛臉旁邊 非常不滿 並質疑對方 司機一邊注意路況 一邊閃躲對方的腳丫 語氣也從無奈漸漸轉為生氣 原來乘客跟問獎的糾紛起因 是因為女子光著腳踩在椅背上 被問獎察覺後問了這一句 從雙方對話中 可以聽出女子認為問獎侵犯到她 因而引起口角 乘客上車地點 位於台中汉口路跟華美街附近 搭乘的是一部多元計程車 行駛沒多久 兩人就在車內爭執不斷 其中乘客甚至飆罵髒話 女子在車上已經拿起手機撥給客服 當場投訴司機 而問獎也反擊 將人直接送到附近派出所 不排除提購反害名譽 求證當事司機對方婉拒受訪 而現在已經進入司法程序 警方依法受理 三地新聞將就讓李建英 台中報道